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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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创建 首先我们创建的是前面这些部分 但是要在创建之前我们要考虑到先把轮波图里的所有图全部加载进来 为什么要加载轮波图的图呢 第一 轮波图如果不加载进来 我们不知道那个轮波图到底有多宽多高 那个图片有多宽多高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办法摆正它 其次呢 是我们如果不加载进来 轮波图刚一出使画的时候看到就是空白页 因为图没有进来 然后加载进来以后我们才能看到图 对吗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预加载 预加载 这是我们第一步 是吧 那么要做第一步预加载 我们就需要再定义一个什么呢 预加载的数组 是吗 预加载的数组 那预加载的数组就是我们图片数组 图片数组当中 图片数组当中 那它分为两个 一个是图片的地址数组 image src list 这个数组当中包括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是a.jpg 我们这个图 a.jpg 第二个是b.jpg 还有c.jpg d.e. 那么写了这些以后 我们发现其实还有几个内容 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left和right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left和right 还有left和right 那么这个left和right 我们打算也让它干什么 一次性全部加载完 因此我们把这个left和right 放在最前面加载 left png 还有一个谁啊 png 还有一个是right png 这个能理解吗 是不是这个所有图片数组啊 我们现在要加载它 前面写过加载吧 写过愈加载吧 我们今天写愈加载 拿一个promise来写 还是拿我们普通那种写 拿哪一种写 promise来写 好我们今天写拿promise来写 首先我们要写这个promise写法 我们是不是就要写一个faction get image 是不是要写一个这个 get image 使用一个return promise new promise new promise promise里面有一个faction 第一个是res 第二个是reg 然后在这个new promise当中 new promise当中 我们在这里 vrimage等于一个new image 然后紧接image.src等于一个 我们是不是在上面需要传一个参数叫src 是不是啊 在这里是不是也传一个参数叫src 对吗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里 干什么image.unload 等于一个faction 等于一个faction 如果加载成功了 我们是不是执行res 然后并且把谁放进去 把image放进去 对吗 这就是promise的写法 对吗 promise写法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怎么做呢 我们再写一个函数 来加载这所有的内容 来加载这所有的内容 加载所有内容 faction 那load images load images 我们首先要加载是不是那个image.src list的所有的内容 对不对 那要加载它我们是不是就要有一个promise promise什么呢 out 是promiseout吗 在promiseout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数组啊 那个数组是不是根据上面那个数组来创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list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空数组 然后再做一个复循环 复循环是VR I等于一个零 I小于一个什么呢 image.src list的点 lence 然后再是一个 I++ 再是一个I++ 这个里面我们去做什么呢 去做一个list叫push push什么呢 get image image list 第i项 get image 是不是返回一个promise 是不是我们把地址带进去了 是不是我们把地址带进去 返回到promise out里面所用的是不是这个list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zen zen zen里面的faction表示全部加载完成 全部加载完成以后 这里就有了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我们所说的图片的最终列表 对吗 图片最终列表就是所有图片集合 所有图片集合 那是不是就会到这里 所有图片集合 我们打算在外面再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所有图片集合 image list 空数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要image list 等于谁啊 等于这个image list 那这里有一个重复的 我们没办法去说 我们在这里给他加一个什么 下号线 这也加一个下号线 那这样就分开了 我们说image下号线是什么意思 临时数组 是不是 是不是临时数组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图片就算加载完成了 没错吧 那么我们刚开始 是不是就直接调用这个就可以了 你觉得呢 是吗 当我们去加载load image时 这时候就进入了 先新建一个list 然后在这里循环创建 promise的数组 是吗 然后把promise数组 通过promise2调用 执行Z 对吗 执行Z是不是就进入这里了 当进入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继续往后了 继续往后是干什么呢 开始创建roll image 开始创建roll image 因此我们在这里接着写下面 创建cretroll image cretroll image 在什么地方执行了 是不是过来这块以后 执行它 对吗 你看这是一条线 什么地方 这里 先走这里 走inmate 是不是就到这 这里所有的加载完 是不是才开始 执行cretroll image 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了 当我全部加载完 我在这crestroll 打印一下谁 imagelist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了 到错了 为啥 因为这个地址 你这个地址错了 我这只给了个这个 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个 点 斜杠 image 斜杠 加上一个它 看到吗 这个叫base base path 就是基础路径 对吧 好 我们在这儿充一下 有了吗 是不是有了 地址位应该是谁 地址位应该是谁 left 看一下src src 是不是left 这就是利用promise来写的预加载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写成 上回给大家写的那个 人群预加载 两种都可以 两种都可以 自己去考虑 自己去考虑 好 现在这个promise 写完了吗 有问题吗 这不是都是这两天学的吗 这个是啥 newpromise 固定写法 对不对 加载了以后去调用谁 加载成功调用res 对不对 promiseout的作用 不就是里面放入的是所有需要加载的promise数组吗 对吗 后面zin就表示所有加载的内容是不是就过来了 加载完了 最后调用这个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创建 首先 我们把它分类创建 先创建谁 real image real image 最外头这个 real image 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 document.create element 我们说这种DIV要创建很多很多歌 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函数 faction 那我们现在写个dola c 写过吧 然后写一个type 要创建什么 然后再写一个parent pr ent 和负元素 然后再写一个style ok 是吗 那我们在这里把这个style往前挪吧 这个 这个参数往前挪 parent往后挪 parent往后挪 第一个 如果type 这个type 这个type 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where element 等于一个 document.create element 根据type创建 对吧 如果style为真实 我们则 for循环 where who in style 然后advent body 就为这个parent 是不是 这样写的 对吧 然后再紧急我们把它干什么呀 放在里头 append charter 把element 是不是放在里面 放完了以后 我们干什么 written element 这样写的 那创建的第一个 dollar c dollar c 第一个 这是div吧 然后它的样式 写一个样式 然后这个 它是不是放在body里面 不写了 那这个div设置有多大 第一个 设置宽度 宽度是 1280 px 那我这有没有1280 不管了 先写吧 1280px px 然后再紧急高度 高度设为多少 上为那个 426是吧 px 然后再紧急 设置 背景色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宽度高度我们经常用到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设置一个常量 可以吗 在上面写 cost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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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一个 12180 cost image 杠 hat 等于一个 426 那在这里使用时 我们这块就改成了 image 宽度 加上它 这个也是 image 高度 加上它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我们把这种方式又叫做消除魔术字符串 昨天我们曾经说过 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消除魔术字符串 symbol 是吗 同样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消除魔术字符串的 什么意思 就是将来你们在这个代码当中是不是要经常用到刚才我说的这两组数字 是不是 那么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把那个框刀重新改了 你会怎么办 每一处用到这个数字你都要改 是不是 如果你写这样的长量 你是不是直接把上面这个值一改 不需要去改底下代码了 如果将来这个值我们都不写在代码里写在一个配置文件里 你将来只需要更改配置文件不就OK了 对吗 所以这些变量我们把它叫做魔术字符串 那当我们使用这个情况时 我们这个框刀已经设置了 然后紧接设置后面的 后面的东西我们要设置起第一个position 等于一个relative 相对定位 相对定位是re l a t r v e 相对定位 然后再设置margin 然后再设置margin margin margin 设置为 out to 然后再设置其中还有一个叫做overflow 等于一个 hi bd en heading 这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先把它遮住 因为我现在不隐藏它 对吗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做第二股 该创建谁了 里面那个容器 该创建里面那个容器 里面那个容器 就是我们的image什么 是不是image card 对吧 图片容器吗 image card image card 等于一个 dollar c 括号 创建的也是div 是吗 然后这里要写一个样式 对吧 样式里面这个image card 将会放在谁里面 real image里面 是不是 好那是不是就这样放进去了 对吗 嗯 诶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 就是一个新的容器了吧 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些内容 对吗 一样 这个里面的内容 我设置的宽高仍然是他 还是一个图片的宽高 并且呢 设置position 是什么呢 绝对定位 并且设置position 绝对定位 这里其他东西没有写 我是不是就把eminent coin做出来了 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眼 看一眼 那看看这里头 瞧一个div 这是那个大div 对吧 这个是里面的那个 小div 没错吧 能看明白吗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给里面放图片呢 我们把谁放进去 我们现在这个图片组啊 这个image list的组 这个image list就是里面加载好的图片 是吧 我现在准备把它分割成两个部分 分割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按钮组 We are bn list 都用空数组 一个是图片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是什么 按钮组 是不是 后两个是什么 图片组 那么我们是不是图片刚过来时 我们可以分割吗 可以吗 我现在怎么样把这个 image list的分别放在这两个里头 一个放在bn组 一个放在image list 用什么 slice 是不是 是吗 呀呀呀 这数组学的 我的天哪 太刺激了 bn list 等于一个 等于什么呢 杠image list 点什么 slice 从第零个起 到第几个 第二个 结束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了 然后另一个就是 image list image list 就等于一个 杠什么 image list 点什么 slice 是不是 slice 然后给 过去 是吗 还有一种方法 不用slice 用什么 splice 零 删除几个 两个 是吗 然后在image list 等于一个 杠image list 点 splice 零 删除到底 全部给它 行吗 行吗 行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在这里注释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眼 这两个东西 一个叫 bng bn list 还有一个叫 image list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数字 是不是我们需求的 我们来打印一下 看一下这两个 一个是 bn list 两个里面分别是什么 src 看一下它src 是不是left 看一下left 是吧 底下这个不用说了 它应该是什么 right right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数组 当然就是谁啊 那个a1 a2 a3 a4 a5 a b c d e的那几个图片 是吗 是不是 好 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成功了 对吧 那现在有这个东西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第一张图片 就可以放在image count里头了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可以是吧 那是不是我们就直接image count image count image count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open the chart 把第一张图片放进去 第一张图片就是image list当中的第零章 第零章 没错吧 这时候我们的页面当中就有这张图片了 是吗 当然这张图片怎么样 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希望现在把这所有的图片的宽度高度都给它改成多少呀 都改成多少 那个DIV的宽度是不是 好 先做循环VR I等一个零 I小语一个 I小语一个 image list 点lens 然后再是I++ 然后紧接着我们把image list 点底下的所有内容 点style style点宽度 修改为我们的image宽度加上一个px 然后再修改它的高度为image list 它当中的image hat 那加上一个px 这时候我们放入图片的大小就刚好了 对吗 好 那么第一张图片是不是就放进去了 好 上面这些步骤它做的都是什么呀 创建什么 创建这个图像的这个位置 是吗 我现在一共给里面放了几个图片 几个 是不是只放了一个图片 现在我们再来做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我们准备给他们放left和right的bn 我们在这里再写 我们在这里再写 cre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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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right 又写一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一起运行 谁先随后 肯定是把上面这个函数所有的内容运行完了以后 才运行底下这个码 能理解吗 于是我们就在底下接着写写一个faction函数 这个是做放什么的 放bn的是不是 那bn我们是直接去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页面这个这个谁里头了 是不是放在这个low image里面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low image 因为low image在上面就创建好了 是不是 append chart 分别放入谁呀 分别放入我们的这个bn类似当中的第什么项 第零项是不是 还有第一项 那我们干什么不用循环呀 那我们循环一下吧 4V啊 i6一个0 i小于一个bn类似当中的第什么项 第零项 第零项是不是 循环它然后放在什么里头 low image the append chart 来放入bn类似的第零项 然后并且我们分别把bn类似的第零项 它所对应的style点 它的top位置 它top位置 你要修改它top位置 是不是还要设置它的position项 position项为一个 ABSOLUTE 然后再修改它的bn类似当中的第 它的top项 它的top将会变成什么呀 它的top将会变成什么 这个top应该怎么计算 谁 image hat减去一个bn类似第零项的什么高度 是吗 这个高度有没有了 有了吧 因为这个图片已经怎么了 加载进来了 加载进来了 除以2加px 大家注意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是高度 而不是offside hat 是吗 offside hat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放上去以后才有的 听明白了吗 而这个hat是指的是图片自身的高度 图片自身的高度 然后紧接着我们分别把每一个不同的图片放在不一样的位置 例如I等于I等于1时 I等于0时 我们让这个谁啊 准备把bn类似的DI向 它的位置放在什么地方 它的style.left style.left 设置为多少呀 10px 然后如果等于1时 我们就要设置它的什么呀 设置为它的 我们在这里写这个 把这个写出来 这个使用后面再使用一个什么呢 continue是吧 是continue吧 那我们下不用写那个条件了 是吧 直接就是什么呢 bn类似DI向的什么呀 style.left style.right 设置为多少 10px 是这样写吧 对吗 好 那这样的执行 是不是它就会被放在左右两端呢 放上了吗 而且还是垂直迅速的 没问题吧 然后再紧急 我们是不是要给这两个按钮 都需要加一个什么 真听事件 是不是啊 DMSDI向做一个真听事件 给advent listener 增加一个什么呀 click 然后再是一个什么呢 click 就是clickhander吧 写一个叫clickhander 来我们在这底下写一个clickhander 那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点击去 去轮播呀 点击去轮播呀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就写完了 好 这时呢 我先写到这儿 咱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再继续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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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休息一下 那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